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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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首毕落赋说的就是当今武林高手 我们风雨雷电四人当中 我只排名最末 何足倒载 那会当日我们兄弟俩遇见雷鞭的儿子 都败在他手中了 想来雷鞭那老人家武功真是深不可测 只怕当今武林第一非他莫属啊 您二人武功平微自然不能和人家相比了 我们自然也不能与丰老前辈相比 谁高谁低 谁也说不清楚 丰老前辈 您说是不是啊 不知丰老前辈什么时候去抓铁东堂 你着什么急啊 现在我可没时间管那些小事 我刚收到了武林铁 武 武林铁 有人发帖去声讨珠枣 我当然要去凑个热闹 珠枣 不知前辈可否带我们一通前去 一来看个热闹 二来铁东堂可能就在那儿 那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吧 多谢前辈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看来很快有客人来拜访了 你 你怎么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去吃 我保证了 这算是什么啦 真是什么 你不能要杀了 铁东斤 我说你不得了 我是指甲盂 吗 我时候不得你 你要给一等手 现在没劲 如果你把这些宝贝 你得前辈心 了 姑娘 我来了 姑娘 老夫来看你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赶快把衣服穿上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身体吗 我现在就给你啊 你赶快把衣服穿上 不要闹了 怎么 你现在要去找我 你害羞了 我来帮你啊 姑娘 你误会了 我有那么色吗 我又不是老牛吃嫩草的那种人 我是为了我儿子 我刚找到了我的儿子 就来告诉你为了让你们完婚 我那儿子英俊潇洒 武艺高强 尤其是他对女人是很专义的 你们两个人哪 真是天生地造的一对 你见了我的儿子 你肯定会说老夫没有骗你 你肯定会喜欢的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找他去 我走了啊 你肯定会想要他 你肯定会有那么大 你肯定会有那么数量 你肯定会订回公司 你肯定会不会有那么多 我肯定会留下来 你肯定会我们的 类似最小的 在这儿等于 我肯定会有那么多 为了老公 你肯定会有什么 我肯定会有阶线 你肯定会有什么 我肯定会有什么 我肯定会有什么 你肯定会有什么 生肯定会有什么 难道真是这样吗 我真的怎么了 云少侠 大师 我正有事要问你 云少侠有什么问题只管问吧 我当时是怎么来到少林寺的 大师为什么肯运功救我 您一定要详细细告诉我 我知道你们出家人是不打狂语的 阿弥陀佛 那天老那正在闭关练功 只差一天就可功德圆满 要不是雷鞭 我是无缘处来救你的 师主 赶快给老师出来 师主 老师尽身找你 快出来 师主 得罪 你们得出人太不孝王了 竟敢对长辈公司无力 你们赶快把他弄下去 快点快点 雷鞭 雷鞭是什么人 大师你快说 雷鞭曾被老大师父的师父为师 论其辈分他比我还够 可此人天分极够 很短时间就把少林武功学得很精通 便还俗去了 那他和救我有什么关系 是温姑娘求了他 所以雷鞭才不由分说 硬是把我拽出禅房 换了别人 在我闭关练功之时 谁也做不到 你能得救说到底 还是应该感谢温姑娘 没有他你我无缘 你恐怕已经死在死外 是什么啊 你不能死 带带 带带 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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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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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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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 风波平望天心 天心之我儿女心 水中天满雨天 月月子时像松动流去 风波平望天心 天心之我儿女心 水中天满雨天 月月子时像松动流去 情依情 你的脸 不再无边倒白脸 情依情 你的脸 不再无边倒白 所有的姑娘都到齐了 请不吩咐 前夫姑娘都给我留下来 都留下来 喜欢的是女人 谁说我喜欢女人 我跟你们一样 都喜欢男人 而且很爱很爱 只是我喜欢的男人 他不爱我 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钱 可是有钱又有什么样 我有钱 可是你们觉得我快乐吗 我告诉你 钱不是最重要的 得到爱人的心 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这世道没钱怎么行呢 我们这些姐妹 谁愿意干这个呀 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 实在活不下去了 就被卖到这里 收到头 还不是因为钱吗 不错 情是很重要 我跟你们一样 都吃过苦 所以我才把钱 看得很重要 觉得没有钱 是万万不可以的 所以我的爱人 才觉得我是个 风场做戏的女人 所以她离开了我 钱真的那么重要吗 有人为了她 连命都不要 难道她 真的可以满足吗 小姐 不要多想了 我喝酒 来 喝酒 来 来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我敬姐姐一杯 来 来 喝吧 敬你一杯 喝吧 小姐 不要想那些伤心的事了 这个世上让人高兴的事 本来就少 何必自寻烦恼呢 是啊 这些银票能包这妓院多少天 至少能包三天 那好吧 就包三天 这三天里面所有的姑娘不用接客 陪我喝酒好了 喝好 喝好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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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位大哥 去劳山怎么走 劳山 兄弟这就是劳山了 劳山大着呢 前面那几十座山峰都是劳山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狮子峰 狮子峰 翻过前面那座山 再穿过一个峡谷就是了 好 多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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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主人派你来接我的吧 呼到鸭上ра 怎么说 但是你רים 不承认一拆 作词 那正是层一拆 千里 要出人 divided 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傻小子 你带头带脑的看什么呢 少主人猜得不错 你果然来了 我们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你们家少主人 怎么知道我要来 因为那么多干什么 跟我们走就行了 少主人等着你呢 我们走吧 我们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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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起来 起来 丫头 你笑什么 你们还不拿出点本事来 让我这客人看看 既然你来了就是我的客人 好 好吧 就让我带你到外面走一走 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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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说 唐哥哥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宁儿 我当然会来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挡我的 容易 难 难 难 小兄弟 你可知道刚才他嘴里说的容易是什么 难又是什么 此刻他想杀我容易 但是就算把我杀了 小玲儿忘记我 却比邓天还难 他说的可是对呀 看来你引来的年轻人脑筋很好使 怎么是我引来的 不是你让皮奴引路的吗 不错 是我的猫把他引来的 不过你是你认可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会让何时何了去接他呢 我就知道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你就是给我添乱 人家也是为了灵光妹妹好吗 你也知道 叫他一心别恋比登天还难 现在人家的情郎已经找到这里 既然他们是这么好的一对 你不如做个人情就成全他们吧 我凭什么要放了他们 因他的武功我想杀了他 是随行的事就看我的心情如何了 你要是杀了唐哥哥我就跟他一起死 你要杀就先杀了我吧 我怎么忍心杀你呢 你不肯杀又不肯放人 到底打算怎么样 对啊 你到底想怎样也更让人家知道吧 总不能这样一直拖下去啊 这样吧 让我想一个比较公平的方式去解决 春花秋月 把这位公子带去休息 你真是没心没肺 人家两人刚见面 你应该让他们多续续就 说说真心话才好啊 你干嘛这么着急把人家分开呢 好 都别说我小气 你们好好续下去 这些日子 我在路上一直担心你 怕你受苦 也不知道啊 朱嫂会怎么对待你 你有没有受苦啊 在这里 除了见不到你之外 其他都很好 其实 朱嫂也不那么坏 可恨的是 他扣押住你 不让你离开 你说 他这样做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他不让我走 是他的不对 但除此之外 他事事都让着我 很有礼貌也讲道理 我看这里的女孩子都喜欢她 其实我也觉得 朱嫂并不是什么大阵大恶之言 来 我 我 iele 我 宣布 你 你 públic 我 这 你 嗯 对了 灵儿 你说到鬼母 我想起了艾大哥 艾大哥怎么了 艾大哥 他后来听不见了 他为了怕拖累我 就悄悄地离开了 他临走的时候 还给我留下一封信 千叮零万嘱咐 要我把你救出来 送回鬼谷去 艾大哥是个好人 我也很担心他 唐哥哥 你说朱枣会有什么方法来为难你呢 朱枣这个人虽然有点狂 但他并不是什么卑鄙小人 我相信他出的题目一定比较公道 不过朱枣这个人精灵古怪 我担心 他一定会想出很难的事让你做 但灵儿 你放心 不管怎么艰难 我都会把你救出去的 我都会很久不过 他有很多人 在地区之外 你没有人 你都会为难为 你却找我 你却找你 你却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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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少侠 你今年多大 我已经二十二岁了 二十二岁 风华正茂啊 想当年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满怀大志 想要下山闯江 我爹当时给我出了两阵 他说 如果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如果我能破那两阵 我就能下山 兄台要是能破得了 我也愿意试一试 好大的口气啊 你可知道 他可是武林的奇才 如果你能破这两个阵 说明你也有我的才具 将来 如果你有造化 也可以在武林里留名 我把它交到 你的手里 也总算是把它交到了一个 能保护他的人的手里 那你 说话可一定要算数啊 我绝不实验 兄台 请开始吧 你就用这块黑布蒙上你的眼睛吧 这就是萧香剑镇 你只要猜出镇中有几名女子 并且让她们的手中无间 就算你赢了这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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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估计 喂 你居然有点 你收记 一眼睛 你 你 你怎么回事 你这萧香剑阵中 应该有四名女子对吧 赢了 谭哥哥赢了 小兄弟 想不到你的听力 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 这都可以爱大哥叫我的天通儿 诸兄 这一阵应该算是我赢了吧 当然 这一阵你赢了 当然 这一阵你赢了 当年我破这个阵也很轻松的 可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再过两个时辰准备破第二阵吧 好 太多了 这样会把我撑着的 你一定要多吃 不然没有日记闯阵的 刚才那个萧香剑阵 别看布阵的是四个女的 可他们每一招都要人命 你当时是看不见 可我在一旁看的 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没关系 我听得到他们剑在哪儿 这次幸亏爱大哥叫得天耳通 但是下面 朱枣一定会出更强更厉害的 唐哥哥 你可一定要小心 能列出这样的剑阵 朱枣也称得上是武学世家 他也是一个真正的武学奇才 只可惜武功没有用在正路上 公子 又买餐了吗 时针已经到了 请您去破第二个阵吧 哦 是吗 是吗 水姑娘 过来跟我一块关阵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台 这次是什么阵 这就是你要我闯的阵吗 这个阵理应是天上才有人间难得的仙女脱衣阵 你别看他们七位小丫头武功虽不太高 但也不弱 他们七个人把你围在中央 一面脱自己的衣服 一面脱你的衣服 谁先脱光 谁就先输 这仙女脱衣阵我敢夸口 在武林中没人见过 既然能闯关的也算是武林高手 以后他们七个人脱衣服的时候 我如果将他们全部打倒脱阵而出 那算什么 只要你把他们打倒也算一样 好 姑娘们 请出手吧 慢着 如果这次他又是输了 此年前我第一次破不了关 第二次才过成 如果他这一次输了 还有一次机会 我会给他七天时间筵席 如果再输了 也就没有办法了 这样倒还算是公平 奏玥 布阵 请不吝点赞 布阵 请不吝点赞 布阵 丫头们 别撕破他的衣服 要把他的衣服脱光了 这才是我们心里脱衣阵的妙处 要想撕他的衣服 还会等到现在吗 汉哥哥 你放心好了 我们绝不会弄坏你一力一口的 ketchup 哎呀 好好好 真好 真好 promised 你可以 ber君 啊 MI 好小孩 好小孩 拿过来 她的衣服你稀罕 我们才不稀罕呢 可是你要嘛 我们天不给 姐妹们 对吗 对 不给 不给 哥子姐姐 你看她那么生气 你就给她吧 这副小脸蛋 你生气更美了 只可惜我不是男人 你越撒娇啊 我就越不给你 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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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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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如你就高抬贵手放了他们吧 好啊 我们有约在先 只要你在七天破得了这个阵 我就放你们走 你跟我来吧 你爸爸 我妈妈 你怎么会 好啊 你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